大家好,这里是一二水族 今天咱们欣赏一下两个外国的鱼缸造景师 他们制作的一个90厘米的鱼缸造景 统统都是石头景观 那么这些石头具体叫什么名字呢 我个人是不知道的 你们有没有人知道呢 我们如果说找不到这样的石头 其实使用青龙石完全可以实现这样的一个景观制作 这种风格的鱼缸造景 如果说想点缀一些阴性水草 你比如说点缀小水兰 往上面点缀辣椒绒粘莫斯 都是非常漂亮的 或者说我们一颗水草都不中 它也会非常好看 通过现在这样的角度 你们可以看得出来 鱼缸造景都是前低后高 还有就是它的一个制作步骤 先把几个大石头基础的定位放好 然后在大石头的周边 再点缀好多的小石头 这些小石头点缀的时候 其实也要分层次感的 我们可以先在底层铺上一层 颗粒特别小的 然后再往上铺一些颗粒稍微大一点的 然后再整上 个头更大一些的 现在就更加自然了 到了现在这个时候 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 这个鱼缸造景 前面的基础结构固定 其实用的时间并不多 但是后面的整体景观的细化 做的就非常非常细致 消耗的时间比较久 你们觉得这种风格的鱼缸造景 还要不要种水草了 然后再继续 然后再继续